現在我們要來玩語音控制囉 那當然這是完真的 所以把你的Smart拿出來 對 LED看你要怎麼顏色的沒有關係 那你要接在一個原則 還是先認識一下長短腳 長短腳 長的接在什麼?陽極 短的我們接在接地這邊 接觸會怎麼樣? 不會爆叫只會爆一聲 好像那個氣球有沒有 你吹那個口香糖爆 然後你的LED燈就快掉這樣而已 所以等一下等一下 各位麻煩你養成一個習慣 你先把那個電源先 對 你先把那個電源先拔掉 LED燈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其他像以後我們 比如說會用到什麼 那個溫濕度啦或其他的 我上次上課剛好有個同學插錯腳 然後這個就燒掉 你就看它變得好像塑膠融化掉 那樣子 所以就是各位要養成一個習慣 最好你要插東西進去的時候 就是先斷電 先確保一下這樣比較不會你插的時候有問題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就麻煩各位你先把這個 LED燈 我們在這邊你把它先接上去 記得短腳再接地 那你要接02 00都可以 然後插好之後 有沒有我這邊已經先接好了 我現在是接在這個02這邊 我現在接了一顆LED的 你可以先拔掉沒關係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對 你如果好了我們就再把電源插回去 你現在這個麥克風都插進去之後 我們看聲控機目 聲控機目的話在哪邊 在這個進階裡面 在我們這個進階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做語音聲控 語音聲控的部分 那待會你要用的流感器就是 一定要用目前來講就是用Chrome 就Google這個流感器 好 那有了解之後呢你看 這個是完成的 這個是完成的 老師先偷偷先用一下 好 那 模擬的沒有語音 模擬的沒有語音喔 好 所以你們要到那個 抱歉喔 你們那個模擬的部分沒有語音喔 所以你還是要來到這邊 博拉克里這個 標準的 那現在老師就把這個接進去 我現在接到這個02的角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他問你一件事情喔 所以你的電腦麥克風可以借我用嗎 有沒有 你要勾允許喔 好你要勾允許 這樣才可以喔 好允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開燈 有沒有亮起來 關燈 閃爍 閃爍 我看一下 閃爍 閃爍 好那各位呢 关灯 那你看到这样之后 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 你看哦 这个积木 基本上LED没有问题了 那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个叫初始化的动作 就是先把LED灯先关掉 关掉 等一下反正你自己试 如果你讲的很用力 它都不理你 两个情形 你的程式有错 第二个 你的麦克风是坏的 就这样 如果你很认真讲的 它都不理你 你检查完程式 你也确定是对的 也有可能 它不认识你的口语化 所以 对 好那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程式有没有很难 不会对不对 就是把那个积木拖出来 那你选择 你要辨识的语言 还有 它要辨识的是哪一个字 那一般来讲 这边导师会建议各位 你在用的时候呢 你的互动区用显示文字 因为这样 你可以知道 它辨识完的这个字 到底是什么 辨识完的字 所以这个显示指的是什么 是把文字显示在我们右手边网页互动区 对 那我就给各位玩玩看啰 好不好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